論盡教育、教學語言自決、明報專訊 吳克劍一句英宗六年不用下車,將中學教學語言制度大兜聯 除英宗議會外,其他教育團體吵到擦天王仙艾熱眼旁觀 吳克劍屬於吃東西不做事、做事打爛東西這類人最勞氣的是田北辰 王仙艾認為他勞得有利他爭士與常會主席 教學語言基本規劃由他推動,當年冒著被釘雞蛋的風險 唱耳要教師口基準事的是他要教了二 三十年英語的阿瑟和Mis在考牌,不達標的無得留下 事關飯碗,當然新到樹葉都落下了 左一句剝奪尊嚴,又一句侮辱斯文,二少澤善固執 死撐到底,於是基準事成了英語教師水準的保證 除了教師水準有保證,學生也要有保證 每間學校收到英語達標學生85%以上才可用全英語教學 將學校分成中,英文學校盲最英中扭曲教育生態一般人印象中 讀英文中學都是聰明女,讀中文中學的視義留課式世事無絕對 任何制度都有先天性的缺陷,學校從此以分化 家長盲目追求入英文學校,不理自己的子弟是否適合英文授課 事實入大學的百分率英中學生高好多,原因英中授生時已經贏了好多個馬位 加上大學取六學生,英文分數的高低漸狠大因素有目共睹 家長追求入英中的瘋狂程度已扭曲了教育生態 每年升中放榜,考入英中開心過中十條六合彩 派入中中的不止父母面目無光,考生也頭答答 不敢見親戚朋友讀者諸君,不要以為黃絲奶誇大其詞 說得就說,事實確是如此,想田北辰推動制度之初 良好動機之餘,也想不到side effect如此大劑教學語言自決理學校定位 雖然教協和好多老師反對田北辰的英文基準時 黃絲奶覺得要求老師語文水準有保證並不過分 鎮金不怕紅爐火,有料不經理考,這與尊嚴無關 尊嚴是用實力維持的田北辰為語文教育有不可謀滅的貢獻 小婦人始終覺得老師的語文達標可以規定 但學校和學生的選擇不應限制 只要學生肯申請入學,學校肯錄取 學校不應被困於學生成績的85%規定學校應有教學語言自決的權利 可能學校有崇高的教育理念 專扶持聲中英語程度欠佳學生 教師們有信心於中學五年內 現在六年,將柳木變良財 為什麼要做難路虎? 如果將教學語言的權利交還學校 學校將會更專業為自己學校定位 家長更能理智為子女選擇學校 也許有人擔心學校架羊頭埋狗肉 這情形初期會出現 只要教育局每年公布各校入大學的數字 不到三,幾年就會消失家長眼睛是雪亮的 他們不理會你用什麼語言教學 中文、英文、法文、俄文、拉丁文 最緊要是入到大學,學校更加不敢符彌 黑紙白紙,有數字體 年年入大學食百果,殺校縮單 無人可憐請還學校教學 語言自缺作者簡介 不是普通師奶 家中米缸有幾多根不知 但對香港教育界有幾多牛鬼蛇臣 有幾多烏梨單刀措施 卻一清易楚倫進教育絕不守怨文 黃師奶 就想啟嘆 欠捺 鹠